哈囉 大家好 今天來教大家如何把手錶的龍頭拆除 那會做到拆除龍頭有幾個原因 可能就是鏡面跟錶盤中間有髒污或毛屑 或者是你手錶帶著洗手的時候 不小心起霧有水氣 這時候需要做到清潔就會需要把龍頭取下 那通常都會送到錶行給師傅處理 那我們今天來教大家其實 把龍頭拿下不會很難 大家可以試試看 那首先就是先要把背蓋開啟 那背蓋開啟的方式呢 我們之前也有拍過影片給大家看 就是有背蓋不同 然後開啟的方式就不一樣 那我們先來示範一款給大家看 像這種比較小品牌的手錶 它的背蓋方式就是 用這種比較扁的鐵片或者是刀片或刀背都可以 然後也有這種六爪式的 這種就是防水功能比較好的 需要用螺旋式的方式開啟 那我們先來開這一款 那通常這種錶背它都會有一個縫 就是它一個圓它都會其中有一個縫會比較大 那我們的刀背或者是刀片就是往縫比較大的那個地方 這樣錶蓋就會開了 那錶蓋打開之後呢 我們把塑膠墊片取下 這時候就可以來換電池 之前我們也有教過就是如何換電池 那我們賣場的手錶換電池都會換這種 Sony的就是品質比較好的電池 那今天是要來教大家拆龍頭的軸心 那通常我們今天介紹的就是比較普遍的機型 通常都是這兩款機型 只要你會這兩款的話 大部分的手錶都是可以把龍頭拿下來的 除非一些可能比較貴的品牌錶 它的設計可能會不太一樣 不然大致上都是這兩種方式 那通常龍頭的軸心指過來這個位子 這邊會有一個凹點 這樣有看到嗎 就在這裡 就這一個龍頭的軸心指過來這邊 那我們只要拿堅物就是 筆壓或者是這種鑷子 就是讓它的面積越小越好 因為它施力點比較集中 就可以往那個凹點地方壓 然後龍頭拉出來 這樣就取下了 下之後把機型拿起來 將鏡面跟錶盤就可以做清潔的動作 那裝回去一樣很簡單 讓它錶殼的孔跟機型的孔對齊之後 把龍頭的機型放回去 這樣壓回去就可以了 那我們再來示範一款給大家看 像這一款它是 品牌錶立抗的手錶 我們來看一下它機型跟一般便宜的手錶一不一樣 那因為它是防水功能比較好的 所以它是這種螺旋式的被蓋 那之前的影片有教過大家用這種工具開錶蓋 那一樣先把塑膠墊片取下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機型 跟一般的手錶不太一樣 那一般的手錶它的點在這邊 那這一款你看它的軸心對過來並沒有那個點 所以通常大部分比較 單價比較便宜的錶都是這種機型 就是它只要龍頭對準過來會有一個透明 比較小小的然後凹進去的點 這個就是壓一下它的那個龍頭就可以拿出來 那如果是可能單價比較高的品牌錶 就不是像一般的手錶這樣子 它的點在這邊 它這裡會有一個軟軟的點 然後在上方這裡 因為它的點很小 螢幕可能看不太到 這裡有一個大點 然後它是在大點的上面這邊有一個小點 就是在它的上方 這個比較大的圓的上方 那我來開一次給大家看 就一樣是找到那個點的位置之後 壓一下 然後龍頭就可以取下了 它的點 不太好 就是螢幕上不太好看到 但如果是不是剛那一種機型就是這一種 這一種的點它就是在 我現在指的位子這個 這個圓的上方 小小一點這樣 只要拿堅物刺的這個 那你的工具越接越好 因為你的施力點集中 才還可以壓到那個點 在這裡 我指的這個位子的上方 一樣就是把龍頭取下 機心跟錶盤就可以拿出來 就可以做清潔的動作 就是看你要髒污或者是霧氣都可以清除 清除完之後 裝回去的方式一樣 就是把錶殼的孔跟機心的孔對齊之後 把龍頭插進去 有時候插的時候可能是位子沒有卡好 就多試幾次就可以了 像這樣就完成就是把縫頭放回去了 那這個換電池的方式一樣 就是我們之前的影片都有教過 然後就一樣把塑膠墊片放回去 然後把被蓋鎖回去 這樣就完成囉 這樣大家把拆龍頭的方式都學會了嗎 目前我們就是教這兩種 就是普遍的機心 因為有一些比較特別 特殊規格的比較少遇到 所以我們就沒有特別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大家 猜了之後發現 不是我們介紹的這兩款的話 歡迎留言給我們 我們會再另外告訴你怎麼猜 那通常都會是這兩款 那大家都可以試試看 那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 歡迎幫我們按讚加分享 那有什麼問題或者是 什麼建議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們 那記得要把小鈴鐺開啟 這樣子我們下次有新的影片 你才會收到通知喔 掰掰 我們會見到影片下方留言給我們 我們會見到影片下方留言給我們